華航攜手寶可夢搶攻復蘇財 打造全台第一架寶可夢彩繪專機 加上新機陸續上線營運 將積極爭取 易厚東北亞和東南亞市場 觀光旅遊業 社會國際疫情降溫 已經看見近期曙光 7、8月的消費整個帶動上來 觀光族群 確實不論是餐飲 旅遊各方面 人氣其實都蠻旺 根據上半年營收統計 華航和萬海分別達740.86 和1556.29億元 年增幅度達29.52%和79.64% 而長榮和陽明海運 7月營收達627.99 和367.49億元 年增36.88%及24.8% 其中陽明海運 甚至刷新歷史同期新高記錄 航海運暢旺 科技業則是兩樣型 台積電公布 7月合併營收 新台幣1867億6300萬元 比上個月增加6.2% 創下單月歷史新高記錄 更比去年同期增加49.9% 累計前七個月營收 達2119億7900萬元 年增幅達41.1% 並沒有衝擊到車載或是高速運算這一塊 高階手機目前銷售也沒有受到什麼影響 那目前來看應該都是會逐月的慢慢穩定的一個成長 古王大力光7月營收38.85億元 月增15% 創今年新高 市場預期收回蘋果新機拉貨激勵 後世可期 但PC因通路庫存升高需求疲軟 台灣雙A品牌7月營收走弱 紅機和華碩公布單月合併營收174.59 和367.53億元 月減43.58%和33.7% 分別創下近6年和近3年來同期新低 對此業者表示將持續強化電競級上用業務 拉抬市場買氣 希望財報數字能反彈回升 這次新聞曹生和坤元採訪報導